大家好 我是陳詠欣 Jophie Chen 拍攝的日期2月2日 有幾天已經沒有和大家拍這些論證的影片 不過我知道我觀眾朋友都很體諒我很疼我 知道我區沒有繁重 因為我區有強制檢測 要幫忙 我在陳詠欣日常 Jophie Daily都有上載新片 以Vlog形式和大家揭露前線公務員如何官僚主義 令政府好事變壞事 違背了特首要求軟檢進檢的原則 大家如果未看的話我都邀請你看完這條影片 可以看回我之前的Vlog 因為我是即日拍即日漏夜展 務求在這個流動檢測站結束之前可以公開 我想在這裡衷心感謝每一位參與來幫忙的義工 原本我都很猶疑究竟要不要找大家去幫忙 因為又擔心又有風險 但掙扎了一輪之後我就覺得 最後都很需要大家幫忙 所以我就在我的義工群組廣發了一個訊息 希望大家可以來幫忙 我知道其實都是很闖出的通知 我記得前一天在5點多鐘 準備好第二天的東西之後 就去吃飯了 才吃午飯 決定要找義工的時候 大約是5點多鐘左右 大約一小時之後 吃完東西 我還問我的同事 很擔心會沒有義工報名 怎知我同事說已經是報滿額了 叫之後再報的義工朋友下次再參加 我真的非常感動 非常感謝大家 說回今天的主題 今天我想跟大家說說黎智英保釋案的後續 大家都知道黎智英被控違反了港區國安法中的勾結外國或境外勢靈害國家安全罪 還有他還有欺詐罪和非法集結罪等等的罪案 在禍港四人幫之一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早前他一度被法庭獲准保釋 律政司要求上訴去到終審法院 去釐清港區國安法第42條的議事 去決定原訴庭的判決有沒有出錯 有關的上訴在昨天就開心了 五位國安法指定法官聽完雙方的陳詞 考慮需時 所以要擲日再判 期間黎智英需要繼續還押 雙方陳詞的撤要我在Y2K也有跟大家說過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似乎大家都很關心官智兩個口 五個法官十把口 會不會採納黎智英代表律師的那把口 十一把口就將黎智英放生 相信不少的觀眾朋友都非常擔心 而黃梅就將特首林鄭月娥會見張舉良法官一事上綱上線 就說是向張舉良法官施壓 我就會跟大家去拆穿黃梅的陷阱 跟大家分析為什麼特首沒有需要這樣做 而且我也會跟大家說說黎智英怎樣被懷疑 是跟最近緬甸政變有關 另外今天傳出攬炒始祖的鄭宇錫已經走了 他還厚著幾尺的麵皮畫帶著抗爭的理念去走路 非常好笑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誰是鄭宇錫 我會跟大家說說他的背景和他做過的好事 而且我也會跟大家匯報他其實一早已經是走路鬆人了 而且鄭宇錫一遇到問題鬆人其實也早有前課 最後我會跟大家揭露黑暴如何在校園培育新一代的接班人 而且港大又如何開始撥亂反正 今集的鋪牌其實我也花了一些心思 就是由老一代的反中分子講到新生代的小漢奸 大家可以看到不同年代不同年齡的漢奸和反中分子如何自身難保 如何走路的走路 著草的著草 但另一邊商人在遊說別人的子女要去抗爭 更加在道學生歌成魔 影片的最後會和大家分享我這兩日親身所見的故事 看到我們正常人都有很高的變才質素 令到小黃人雖然厚啞啞的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最後 開始之前大家記得要訂閱我陳詠欣和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條影片了 總有影片支持我的記得要讚好和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亦希望可以把影片廣傳開去 讓大家多人知道和美同攬車派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記得要訂閱我新開的頻道陳詠欣日常Jofie Daily 從日常事去看好人好事 追看陳詠欣 知青原因又開心 訂閱Jofie Chan 和日論證用什麼怕呀 有報導說特首林鄭月娥在1月28日和中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單獨會面 1月28日亦是中審法院開庭處理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及國安法保釋 聆訊前四天 根據掌握資料和資料搜集 最先報導的是一間黃媒眾新聞 在1月31日報導 不明白為什麼黃媒會有獨家消息 希望政府可以找出放風給黃媒的內鬼 眾新聞的標題是黎智英案聆訊前四天 將特首和張舉能會面和黎智英案件扯上關係 看完標題大家會覺得特首要就黎智英案向張舉能施壓 而立場新聞和蘋果在黎智英上完庭之後 也就是今日才報 標題分別是 拘報黎智英保釋案開審前與張舉能會面 林鄭 無號 不會跟法官討論案件 讀過更離譜 好 還將這宗新聞分類分到黎智英保釋上訴案的分類 標題是黎智英保釋上訴案 林鄭稱誤中審首席法官張舉能屬正常 從未與法官討論任何案件 所以可以看到很有立場的立場新聞和獨果的標題都沒有講到時間 相比眾新聞 看完立場新聞和獨果的標題 就會以為特首在昨天黎智英上完庭之後 不滿法官的主張 所以就照見張舉能 但事實上 特首林鄭月娥在黎智英上庭前 會見張舉能法官 小黃人可能會說事前見都不對 要避嫌 港大法律學院首席港師張達明說 因為案件即將審訊 即使公務員會面都要小心 要求張舉能和特首交代 為免影響觀感 又是說了司法、獨立、法治、社會、國際標準的口號 我還有三點想反駁 首先我們要看看時間上是否真的有問題 其實每天都有很多黑暴案件要審 不是全港只有黎智一單案件 黎智一個人都已經有好幾單案件在身 如果要按首席港師張達明所說 有案件要審訊 特首就要避嫌要避開和首席法官 即是香港司法機構的首長會面 官乎現在黑暴和攬炒派政棍 好像排隊輪著上庭 按首席港師張達明的邏輯 特首應該好一排都不能和首席法官開會 真是非常搞笑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就要看看過去和首席法官開會 是否一直都有在做 在2000年當時在劉慧卿仲是立法會議員的時候 曾經向政府提出質詢 當時任特首就是董建華 劉慧卿問到時任特首董建華是否有定時和 時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會面 過去12個月會面了多少次 劉慧卿在質詢 當時由誰回覆劉慧卿呢 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由當時還有良知的陳方安生回覆 陳方安生說特首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每年都會見幾次 1999年期間特首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見過四次 特首和首席法官會討論法官的薪酬和服務條件 他們涉及司法機構的立法建議 司法機構和市民共同關注的東西 例如重費問題等等 首席法官更加會向特首介紹 由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向特首作出的推薦 劉慧卿問會否取消特首和首席法官會面的安排 當時時任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還叫劉慧卿要安心 因為在1997年7月回歸前 英國殖民地政府都有同類的安排 有這樣的必要 因為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也就是司法機構的首長 他就是負責司法機構的行政管理 所以當時陳方安生認為特首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會面 讓特首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到司法機構所關心的事 這個絕對不會損害司法獨立 而公眾也沒有理由會傳有疑慮 他就說他不認為要取消這個會面 為什麼代理人們在1997年之前不出聲 現在才出聲呢 希望首席港師張達明要求特首和首席法官交代之前 他們自己都交代一下 以免影響大家對大學法律教授的觀感 會覺得他們是反中亂港的英國門口狗 所以希望張達明都可以交代一下 第三點就是我們都要看看客觀的情況 我就覺得首先要問一下特首 為什麼要向首席法官施壓呢 有沒有這樣的必要呢 環球時報英文版Global Times 都在黎智英上完庭之後出了一篇報導 標題意思就是黎智英的保釋上訴就是測試法庭對港區國安法的理解 Global Times在結尾引述法院怎樣去作出裁決 即將會成為衡量法官是不是有正確理解到港區國安法第42條的重要標準 環球時報的英文版Global Times就引述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法官必須要正確地理解國家安全法 否則如果他們不正確地去作出裁決 有機會會觸發我們國家最高立法機關對法律的解釋 也就是說有機會會引來人大常委會就港區國安法去釋法 以釐清問題 基本法第158條列明人大常委會可以對法律作出解釋 對香港的法庭有法律約束力 而且正如中國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顧問康早前在大公報的贊文 就是可以引用國安法第55條去處理黎智英案 也就是說由特區政府或維護國家安全公署提出 由國家安全公署行使管轄權 接管黎智英案件 所以就沒有必要向法官施壓 正如環球時報的英文版Global Times所說 黎智英案件在測試法庭對港區國安法有沒有正確的理解 就算理解錯誤也好 中央都有辦法去處理 就這一點黎智英都很清楚 亦都是最擔心的 但黎智英還有什麼籌碼去博弈呢 香港的筑仔逃得就逃 退得就退 馬前筑都已經鎖證無幾 唯有跳出香港 CY最近講出重點 黎智英保釋案上訴中審法院時 很巧合地 緬甸同日發生了政變 CY找出黎智英和緬甸反政府份子的連結 看見黎智英在緬甸出錢出力搞政治 2013年1月14日至17日 黎智英更親自去緬甸會見高級官員 亦有會見緬甸反政府組織和青年組織 所以其實黎智英和緬甸政治都尖上邊 大家說會不會純屬巧合呢 大家了解緬甸政變對中國有什麼影響就知道了 路透社有一篇評論 推翻緬甸民選政府對中國沒什麼值得慶祝 緬甸軍事政府被國際孤立時 中國是唯一一個沒有停止在緬甸投資的國家 但中國在緬甸的投資限於採掘和水力發電的項目 當軍政府在2011年開始退步 直到2019年這段時間 外國對緬甸的投資佔了總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以上 其中四分之一是來自中國 這個增長亦帶動緬甸對中國商品的需求 自此中緬的貿易增長了三倍 所以路透社的評論認為被推翻的民選緬甸政府 對中國在緬甸的利益更加有幫助 因為鵝山素姬的政府相較於軍方政府 更加能夠接受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 和中緬經濟走廊等等項目 在建設項目上更加容易推行 所以如果這樣看的話是特首向首席法官施壓 還是黎智英意圖向中央施壓 大家都心中有數 不過黎智英現在都是孤軍作戰 都是作出最後的掙扎 其他反中分子都放棄了 走得都走 我就覺得走都已經夠肉酸 但還要將走廣城為了繼續抗爭 繼續幫小黃人我覺得更加肉酸 星島日報的獨家報導說最新消息過往被只收取了美國的資助 有份去策動2014年非法佔中的前民主動力 和所謂的真普選聯盟召集人 鄭宇石已經離開了香港去了澳洲 大家可能不知道誰是鄭宇石 其實他是戴耀廷差不多級的攬炒派核心人物 有民主派軍師之稱 現年72歲的鄭宇石小時候在澳洲留學 在80年代已經得到了澳洲國籍 所以我們不能叫他做漢奸 因為他是在效忠澳洲政府 回歸前鄭宇石曾經在港英政府中央政策組任職 末代港督彭定康深戰室團隊核心成員 鄭宇石更加在1997年回歸前主動放棄了中國國籍 講了鄭宇石的背景後 也講一下鄭宇石曾經擔任過什麼職務 鄭宇石曾經是民主動力 所謂的真普選聯盟的召集人 鄭宇石曾經在城大教政治 2015年退休 早前也有文件披露 2014年的非法佔中 鄭宇石不單有份參與 鄭宇石更加有份組織 2018年被前助理踢爆他收了美國資金搞佔中 鄭宇石到了2019年在黑暴的時候 變得低調 像是想刻意和黑暴劃清界線 但是去到去年全國人大通過了港區國安法之後 網上曾經流傳過一副啤牌 就說啤牌上的人物都是國安處的目標人物 當中鄭宇石也有份 這張就是了 大家也可以看看 所以估計雖然鄭宇石沒有在黑暴期間被捕 但是因為他曾經組織過非法佔中 亦都在非法佔中期間勾結外國勢力 加上他和攬鈔派有千絲萬鈾的關係 所以鄭宇石擔心會被國安處拘捕 所以就提前走了 翻查資料 鄭宇石在去年6月27號 最後一次在自由亞洲電台做節目 節目就叫石破天驚 就是鄭宇石的石 在6月27號節目公開露面後 在港區國安法一生效 鄭宇石立刻在7月3號節目消失了 已經由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 代為主持 大家可以看看圖 雖然換了人 大家可能不太認得到 尤其是鄭宇石和鍾建華不是經常見報 亦不是當打的攬炒分子 的確樣子有點像 都是看眼鏡 或者大家可以看看髮型就可以辨認到 當時節目組宣布鄭宇石因為健康狀況需要休養 所以可以看到雖然是鍾建華主持 但是背幕和節目的名字都沒有換到 都是叫石破天驚 節目主持都是寫著鄭宇石 去到去年8月份有消息指 鄭宇石已經離開了香港 但當時未能得到證實 直到去到去年12月18號 鄭宇石以視像方式在花生台節目 一學花生延伸 當時他承認自己身處澳洲 我截錄了影片給大家看看 我們去片 好久不見教授了 是啊 希望大家今年真是難捱 是啊 今年真是難捱 是啊 教授現在身處澳洲 很難得我們今天安排到 這個擁蓋的兩學花生 好久不見了 和花生台的網友 近來會不會吃多了龍蝦和澳洲紅酒 我想香港朋友都知道 香港便宜到港幣200港幣 我們澳洲也容易買龍蝦 一般來說 在坎培拉 酒家是 80元一公斤 是的 意思就是 煮好上台 你說你選了一隻龍蝦的公斤 80元 80元 都是香港四月八道 有龍蝦吃 他只是堅稱而已 通常都是 你說那隻龍蝦跟到 收百二元 那邊香港的同胞有多嗎 有沒有遇到 抗培拉就不是太多的 嗯 雪梨就多 是 那我也有見到一些 年輕的民主派的朋友 那我通常做一些 中間人的角色 那就是介紹他認識澳洲的朋友 因為我自己也沒有這麼網絡 那有些澳洲的朋友 他就有那些國會議員 在政黨訪落 他就有那些國會議員 在政黨訪落 真是諷刺 原本可能都沒有觸犯國安法的勾結外國勢力 如今就是證據了 他們透過這一類的朋友 建立和這些 政黨 國會議員的接觸 另外有一類的接觸 就是 簡單點 就是有些年輕朋友過來要找工作 找學校 找地方住 幫得不幫 所以如今看來 很可能港區國安法一生效 鄭宇石就已經離開了 都不用等國安處出手 鄭宇石就已經腳軟 腳軟所以就跌落地 不過跌落地也要拿回疾沙 鄭宇石就說在澳洲 就會繼續進行抗爭 他的抗爭就叫遙距抗爭 鄭宇石就說他身處在澳洲 但是也有工作 都有跟當地的年輕民主派港人會面 也都以中間人的身份 向他們介紹澳洲的朋友 也都說到有不少的香港人 去到澳洲求職 和求學 甚至乎找地方住 都有困難 鄭宇石就說他幫得就幫 真是辛苦了 去到澳洲就做了中介 但是明明是做中介 鄭宇石就叫自己做遙距抗爭 跟他的節目名字一樣 都是一學花生 反中大仙老油條 遙距抗爭 但是天真純真 剛剛入學的學生 就被碎去埋身抗爭 大學一直都是港獨的溫藏 在黑暴期間更加成為了暴大 學生會長期都是由獨裝把持住的 無論是香港大學也好 或者中文大學也好 學生會都相繼開始換屆了 文匯報就踢爆在港獨分子把持和操控下的學生會 今年的中大夏莊 也就是下一屆的學生會 也都在參選宣言 竟然公開地挑戰港區國安法 他很囂張地說要揭盡所能對抗不義政權 繼續延續幾年來暴大活動 下一屆的學生會會長林瑞希和外務副會長羅子惠 就去到攬差派的網台做事 那個節目的主持人就是浸大學生會前會長方仲賢 也就是很多錢握手的方仲賢 也有中大老鬼懸得志 下一屆的中大學生會會繼承之前的本土抗爭意識 就說他們自己是行動派 要用行動建構本土意識和鞏固香港人的身份 即是用行動實踐港獨 在被問到下一屆的學生會首要的工作是甚麼 下一屆的學生會就很囂張地說 就會針對校園保安的問題 要求校方要改過自身 那真是浮大了 難怪下一屆的學生會就叫索爺 索爺索爺就是索爺 我們可以去片聽聽他們怎樣浮大了 我們每一支的學生會都會有自己的定位 譬如我當時就是打著所謂本土派的旗號參選 你們是否跟聽眾分享 又是否比較傾向哪種意識形態 還有在這個國安法的大時代下 會覺得現在做學生會對自己有甚麼角色的定位 其實我們繼承了袁德志的路線走向 我們都會定位自己做本土派 毫無疑問我們都希望宣揚本土意識 令到這麼多香港人都有本土意識的抬頭 令大家都會承認自己在共同體 然後更加凝聚 希望透過本土意識的興起 令大家都有一個抵抗的意識 令大家可以一起抵抗極權 在這個後國安法時代 即使我和Jerry和你都是本土派 但我們其實在學生會的定位上 都會有很大的分野 有些分別,分別在哪裏呢? 我們會說在2016年的時候 可能對理論、立場、論述的要求還是很高 做學生會最重要是正光上面的論述 立場 而且還要熟讀本土市 對呀 但我會說在後國安法時代 很多事情都在心中 論述已經直跟在每個人的心中 我們不再這麼需要去講太多論述 反而我們注重的是我們的行動 我們希望透過實質多些行動 去建構本土意識 去建構抵抗的意識 而另一間在近年成為了港獨大學的香港大學 他們的學生會就說要在2月份 舉辦所謂的魚蛋革命五週年活動 在校園播放梁天琦的港獨電影《地口天高》 終於港大校方都忍不住了 不再任由校園繼續成為了宣揚港獨的地方 校方表明不同意學生會舉辦有可能會違法的活動 若然學生會堅持要搞 校方不排除會採取被譴責聲明更進一步的行動 真的覺得學生哥為什麼不好好讀書呢 反中老鬼鄭與石都跑去澳洲說要搖拒抗爭 但學生哥還說要用行動抗爭 真的不會醒 相信只有國安處可以幫到他們清醒 我前兩天在區都有正常的街坊 去質問當區的小黃人須議員 也就是最近我給了一個很好的稱呼 就是深水埗維圍 就是深水埗版的陳梓維 兩個都一樣好笑 這名正常人街坊就質問深水埗維圍 為什麼他要把黃色的口罩入去信箱 黃色的口罩固之言就是政治表態 不知道的街坊戴了出街可能就是被表態 的確是有問題的 不過這個正常人街坊真的厲害 要給他一個讚 他第一句就是問為什麼要把黃色口罩入去信箱 第二句就是問小黃人須議員 深水埗維圍 為什麼他在這裡派黃色口罩 而深水埗維圍自己就不戴黃色口罩 是不是小黃人須議員就不想自己表態 怕被人罵 所以自己就不戴 被街坊戴呢 推街坊表態 推別人的子女去衝 方便他們自己 好像鄭與石般鬆 很開心看到正常人街坊 都開始看穿一些小黃人須議員的把戲 所以無論多忙都好 我都會繼續堅持拍片 希望可以將正確的訊息帶到給大家 繼續和大家拆穿黃梅和攬炒派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今集的時間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我為你的選材 記得要讚好和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亦希望可以把影片廣傳開去 讓更多人知道黃梅和攬炒派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如果未訂閱我陳永欣的Youtube頻道 記得有下國際免費訂閱 開啟通知 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條影片 記得可以訂閱我陳永欣日常的Youtube頻道 大家也可以去我的新頻道陳永欣日常的Youtube頻道 大家也可以給下意見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看完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要讚好 留言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還要訂閱我陳永欣 Youtube頻道 按下See First 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短片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我們下日我們下ト 健康 geography 底 cumin 危險